但名鼎鼎三宿出生在四川眉山 为什么对千里之外河北的这个地方念念不忘 地命里的河北藏着你不知道的家庭故事 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位于石崖庄 鸾城去苏丝丝的苏维档物讲起 南京到北京 小县属鸾城 这日至今还在当地流传的一句俗语 别看鸾城地方不大 历史却很悠久 鸾城之名始自春秋 晋国中军元帅正清鸾叔 封印于此 到东汉设置鸾城县 从汉堡到唐朝 鸾城有一个被称为赵俊苏氏的大家族 庞城宰相文学家苏维道就出自这个家族 我们二叔农村的火树 银花一次就来自苏维道的诗文 苏维道晚年被贬值到四川眉山 死后归葬故里 鸾城之今才有一座清明桥 是苏维道后人清明祭祖的必经之路 苏维道死后 有一个儿子留在四川眉山 成为了眉山苏氏的师族 到了几百年后的宋代 涌现出了苏巡 苏氏苏哲三父子 也就是文明侠耳的三苏 父子三人同列堂 宋霸大家就在中国文学史上 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在三苏眼中 祖籍鸾城才是真正的骄傲 所以经常在文章诗词书画作品中 署名为赵俊苏巡赵俊苏氏 苏哲构是干脆把自己的个人文集 命名为鸾城集 在苏哲为哥哥苏氏撰写的木制名中写道 苏自鸾城西宅于梅 可见三苏对祖籍鸾城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所以找个时间来鸾城看一看吧 绝对不许此行